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4月6号星期六 大家好 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打算从这两天开始吧 其实一直有打算想开两个新的栏目 一个叫圣经故事 一个叫国学经典 因为我一直说我说对于中国的这个事情 我一直觉得就目前来讲 改朝换代其实一直不是我所追求的 因为换来换去没有用 从这个夏商周上送袁明清 改朝换代这么多年的中国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对不对 现在来讲就是说我觉得 如果体制不改革的话 只是换一个人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还是共产党执政 你换了汪洋 我前两天愚人节 我说这个习近平下去换汪洋 很多人都拍手称快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到底是换汪洋 是换胡春华 还是换王岐山 还是换李克强 没有意义 人质 对 体制不改革 谁上去都不行 你再好的人上去之后 都被你体制带坏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就算现在民主了 老百姓能不能选出来一个好的人 一个正确的人 就是说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真的民主了 选出来谁 选出来肯定像郭文贵这种 就是说大骗子 真的是大骗子 你知道吗 选一个郭文贵这种大骗子 说一时代的能往好处走吗 我看也够呛 搞不好还得往坏处走 所以我现在做了这么 从去年4月份开始做 做到现在 做到今年差不多也4月份的 这一年过来之后 我的心路里程也在变化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中国的问题 首先还是要提升国民素质 关于提升国民素质 我一直都说 就是说左手基督调 右手孔梦之道 对于中国来讲 说一时代的 就是说有文化和读书是两件事 很多人认为我只要读书 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多的大学生 都是大学毕业生 只有有文化不见得 大学毕业不见得有文化 很多大学毕业的人很没有文化 有一些人可能没怎么 就是说上过这种教科书 但是文化素质反而很高 对吧 所以中国的问题就在这 我觉得普遍来讲 文化素质不是很高 当然了 就是说去教育他们 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之下 你想改变教育体制 是不可能的 这几乎不可能 对吧 所以会很慢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讲 最快的一点 最快的一条路 实际上就是新基督 美国 我们身后的美国 美国能发展的这么好 天这么蓝 今天天蓝吗 还不错 还算给面子 早上起来还在下午 因为一下午 可能人就说 你看你们美国也在下埋 今天还不错 算给面子 天这么蓝 空气这么好 是吧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是新教徒 建国的国家 它的包括人权的宣言 最早的独立宣言等等的 都是基于一种的基督教的 这么一种的 一种不爱的一个精神 是不是 冯好刚的拍这个电影 叫什么 1946是吧 1942还是1946 我想不起来 反正就演的大饥荒的 他这里面就演张涵宇 是吧 张涵宇演一个 就是说天主教的一个神父 在那传教 就发现之后上帝也救不了 我说实际上不是的 如果全中国就那么一两个人信 救不了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信的话 就不一样了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就是说从地方到中央到军阀 全部都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信徒 能够达到互相帮助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话 再大的饥荒也能解决 面对日本人也有办法解决 当年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 有很多问题 还是就是说各地的军阀有的时候 思想上不太统一 当然我得承认国军将领 在抗日的时候 真的是把吃哪个劲都使出来了 但是当时的老百姓 多多少少心有点散 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像不是我的 举个例子 上海打的时候 这边租界 老百姓在租界就看着那边 什么四行仓库在那打 就隔江就在那看着 傻呆呆的看着 好像觉得这战争跟我没关系一样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中国的问题还在这 就是说是一盘散伤 我现在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可能也有偏颇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就觉得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是说向中国传基督教 我觉得对中国的帮助 可能是最大也最快 尤其在中国的一些偏眼的一些山区 普遍的文化素质不高 教育也扑不过去的地方 你想依靠教育扑过去太慢 可能就20年或30年 但基督教因为它是一种宗教 我觉得它可能很快的就能扑出去 迅速的提高一些国民的素质 我觉得中国现在问题的主要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一没有信仰 二没有一个敬畏之心 什么事都敢做 三就没有底线 那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所以没有敬畏之心 没有对神的敬畏 没有对人的敬畏 你知道吗 什么缺德的丧心病狂的事都可以做 所以导致整个国家 整个国民的没有底线 所以在这个地球之上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我跟着那帮孙子天天在骂老公 能够帮我吸引一些感觉 对能帮我多挣一些钱 但是真正对中国有帮助吗 我看帮助也不大 所以我愿意就是说选难的事情做 就是说一个左手 基督教传承教 另外一手讲一些国学的经典 所以我现在暂时这么想 我从这两天开始 我要开始讲讲的圣经 首先要说我不是什么圣经专家 所以你们要是说想从我这 学什么圣经的精髓 就别想了 但是我这么想 我既然跟你讲圣经 我尽量我不耽误你的时间 我首先来讲不讲旧约 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说实话我不骗你 旧约我也看不下去 我他妈每次看旧约 你知道吗 看到我心头都是一万头的 好你马太奔腾 你知道吗 不是说放火烧死的 这个就是让吃着什么鼻子里 都流出那门肉来 我看了 完整我也受不了 旧约 我是真 很多人就是说 因为我听说我基督徒 推荐大家看圣经 很多人问我 我说你要不就不行 先别看旧约了 因为我也看不下去 我何必跟你说 对不对 所以咱们从我 就只讲新约 咱们从新约开始看 然后说实话 我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的 从头到尾把圣经看完过 我不骗你 对不对 我以前看过一个白话圣经 是精简本的 就是跟红小孩似的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大概其实知道 怎么个情况 认认真真看的 我也没看过 所以这一次不错 咱们就一起 你们跟着我 咱们一起把他读一遍 不能说读一遍 因为旧约我们不看 我们现在不看旧约 以后我看看 也许我信仰坚定了 能够捏着鼻子 跟你讲一讲 不过现在我也做不到 我也给你讲不了 咱先先心心地看 旧约是这样子 旧约就是从什么都没有 从上帝就创世纪 上帝开始造这个世界 从世界的起初开始讲 新约就不一样 新约是从耶稣基督降生 开始讲 从基督降生 开始往后 一直讲到世界的末日 什么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从新约讲 然后讲的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说 我就跟你说 这里边很多枯燥的东西 我只要一看他枯燥 我就不讲了 我一看这东西太枯燥 没意思不讲了 我就找里边有意思的小故事 咱们往下讲 就是说我们捋一遍 你大概其知道新约在讲什么 就行了 我就是一个抛砖引玉 带你入门 是这么个意思 我尽量用最简短的语言 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把一个枯燥的故事 给你讲的生动活泼一点 然后尽量不耽误你时间 然后语速尽量加快 好吧 然后我来讲 我老婆给我当观众 然后你也没看过圣经 对不对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说只要你觉得你说你大意 你听明白了 咱们咱们就完 咱们就反正最快速度 然后因为你想我这么讲 对吧 我讲的也就是七七八八 你们听完之后 估计就得了百分之四五十 我就这么觉得 我也不给你贴字幕 有的人会贴字幕 我不贴字幕 我告诉你不要读 你就光听 我在这讲 讲完了之后 你就把我的当背景音乐歌 然后你干干嘛干嘛 做家务扫地什么 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当背景音乐听 能闹多少 就闹多少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你知道吗 就大概齐 然后因为你一旦认真的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听不进去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 你毕竟比较枯燥无聊 你知道吗 你这么当个背景音乐 我的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没准你就放过去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说闹下多少 但多多少少 闹一点 有一个基本概念 这就在你心里种了一个草 我觉得就这么个意思 还有一些人对基督教 或者说不当是对基督教 对任何宗教都反感 一踢宗教脑袋疼 那这种人 我也不坑你 我以后我出了视频 我在题目里 一定我会说清楚 我这视频说什么 比如说我一说圣经故事 比如说后面说 马太福音或者什么的 对不对 那你一看圣经 你就别点进来了 对不对 我也别坑你 你不愿意看就别看 然后这是圣经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 我现在看了一下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一直其实不是很喜欢恐龙之道 我不骗你们 喜欢老道 我喜欢老庄 喜欢老庄 老子和庄子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老子庄子 道德经 还有庄子 我以前我都读过 其实我还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了解 对我比较喜欢 但是那种东西太出事了 我先不讲这些 不过咱们以后看 以后可能孔孟讲完了之后 没事 我们也可以讲讲老子和庄子 是不是 但是我们先讲孔孟 先讲孔 先讲孔 孔的先师 中国读书人 是来讲 一直公称孔子为老师 对吧 孔圣 那么孔子 我看这就是论语 讲孔子 就是讲论语 对不对 那论语 我刚刚看了一下 一共就是这么20篇 每一篇里分多少个小节 其实一节差不多就一到两句话 也都不是很长 有的可能多点 可能四五句 就这意思的 少的可能就一句 通常来讲就是20篇 然后分了400多节 等于每一篇 就是说有的是十几节 有的二十几节 但是平均下来 就是20多节 为这么一篇 然后我们就往下讲 好吧 然后里边有一些字 我可能也不确定怎么读 我如果我有时间 我之前我做一点功课 我看一下这个字 具体怎么读 我就给你读一个正确的 如果这字 我没找着 没找着 我觉得怎么读 我就怎么读了 你能回来 如果我觉得我说读的不对 你可以在下面给我标注一下汉影偏心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读这种东西 不是要滋滋以求 知道吗 我读书一项都是这样 活入吞倒 不求 慎解 你知道吗 这个书 你就把它挂到肚子里 它自来的烂在你肚子里了 时间久了 它就会发酵还是发酵 甭管光案发成 你看你看 你看哪个人就不拘小节 然后甭管是发酵还是发酵 反正他肚子就发酵了 最后你也会有所收获 所以我讲孔梦也就是这样子 知道吗 我随心所欲的讲 把自己的理解给 我就随心所欲的讲 随心所欲的 你们就随心所欲的理解 能闹多少 闹多少 我达到了一个抛斩隐句 如果你对某一句 因为论语里面 以前来讲 它是没有变连符号的 变连符号都是后人加的 很多人就觉得变连符号 有的人就觉得某一些句子 是有争议的 就像某种方法加的不对 加在这和那 都在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直有争论 所以我也就是 反正根据我的理解 我就讲一讲 你们如果有什么 就是说特别的高的追求 你们再去想办法 是不是 你如果就是说 我今天都这么说了 你看到最后还是不行 你还得骂我 你就在想骂 你敢骂我 就敢屏蔽你 老有人问我 就是我屏蔽的标准是吗 反正我不管 你说完了之后 我只要看了我不高兴 我就屏蔽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你不行你自己去录 录个视频来骂 是不是 就这么个情况 好吧 那么就从这样子开始 就开始准备 好不好 我们回来跟我老婆 论语你不也没看过吗 是吧 我什么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 反正到这儿我就讲 然后你就听 然后你能听 就以我老婆作为一个标准 我老婆能听懂了 觉得行了 咱就完了 你要是没听懂 咱们就再找不找吧 好不好 你看 一个极客性 我老婆是非常高智商 这什么高知女性 我们美国排名前80位的大名校的博士生 找不得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一会再说 感觉我那求生意 求生意志不太讲 反正先电压 好吧 那以后呢 反正就是增增增两个栏目啊 然后呢 这个新闻的实事 我肯定我还 我还是要播的啊 不过呢 说实话 你知道吧 有些人呢 就是说 觉得我现在对这个新闻实事呢 做的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真的我不愿意跟着他们去胡说八道啊 我现在要说呢 我就想说说我自己的理念呢 和观点啊 我知道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最流行的 就是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 明年再崩溃 后年再崩溃 马上就不行 老百姓呢 吃不上饭去了 民不聊生 大家马上就要起来呢 推翻中共 但是呢 我的观点啊 你们愿意认为 有的人就认为 我是拿了钱 拿老公的钱 这么说的 也行 反正呢 我的观点就是说 今年我认为 就是说去年是经济危机 这是我说的 那么今年呢 经济在进行团整 在进行注定 明年我认为 中国的经济呢 会有所复苏 这是我的观点 你如果认为呢 我是拿了钱说的也行 你认为我呢 是真的这么想的 也行 那我就不管了 对不对 你们呢 爱怎么想呢 怎么想啊 时事呢 我以后呢 肯定我还要说 说的话呢 我肯定按照我的观点 我还是那句话 我现在夜观天象 我没看出老公 要垮的这个阶段来 但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 都希望老公明天垮 最好呢 就今天我就跟你说 明天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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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沉破嘴 不天天都 都说垮吗 是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 他念叨了二十多年了 垮没垮 对不对 我呢 是不骗你们 但是我不骗你们 你们就觉得呢 我是拿了钱的 不骗你们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再解释 解释够多了 是不是 好吧 然后呢 时事呢 我也还会评论 评论时事呢 反正标题里 你们都能看出来 评论时事 是评论时事的 然后呢 国学经典呢 就是讲孔梦啊 然后呢 这个圣经故事呢 是讲圣经的 这样这两个呢 你如果不喜欢呢 就跳过 喜欢呢 看我呢 说相声的 就看我去说 去说相声去 好吧 好吧 我说两句吧 你说 因为这个人 他的思想会一直变化 对 有的可能就不变化了 有的可能是进步 有的可能是退步 我是说 其实从去年开始 跟你做第一期到现在 我是觉得你是在进步 因为之前讲的那些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 有些偏激 或者是 你跟着他们在那骂一骂 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你讲的就 比较好一些 从各个方面 都可以综合考虑一下 然后给出自己的一个观点 但是我发现 因为当时 你讲的那些 比较偏激的 在海外这一些人 会吸引一些 比较偏激的观众 然后你现在 没有按照他们讲的话 他们天天都说 我们拿钱了 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我也挺感到委屈的 尤其是为我老公 就是为你 我不是 也不是说为我自己 怎么着 其实我们 真的没有拿钱 这个都不说了 这是无所谓 我刚才 不是我说实话 刚开始我有点可怜我自己 现在我有点可怜他们 然后 就是说因为我们摸忘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 就是说我们迅速的在进步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迅速的在进步 但是他们可能你发现 20年前在那里 20年之后还在那里 20年前在那里 现在他们还在那里 20年之后 当我们都已经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里 所以就是两岸人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没有办法 能跟着我们走的观众 就跟着我们走 跟不了的 那怎么说 山水有相逢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然后反正 我觉得你真正懂的人 你会看到 我现在踏踏实实的在做事 我在讲圣经也好 我在讲孔孟之道也好 实际上我是为了 想要能够对中国有所帮助 然后对我的观众朋友 有实际的帮助 我知道我在这里 我跟你 我跟着他们胡说八道说什么 今天王沪宁跟李克强翻脸了 谁跟谁拍桌子 谁是谁 那个就那个政务局护议把桌子掀了 然后跟习近平吵起来了 我知道 我跟着他们一会说这些 我都点击率高 我能挣更多的钱 你看四 你看我最近做的这些视频 就四月一号跟着陈破嘴 说那种什么远老兵啊 习近平不行啊 你看就那一期是最高的吧 将近20万的观看了 我也可以天天过愚人节 我没问题 我那期节目 我后边我不说我这愚人 你看我前面 你能看得出来 我在骗你吗 你也看不出来 不是说只有陈破嘴会骗人 我不会骗 知道吗 只是呢 就是说愿意骗 不愿意骗 有的人呢 愿意挣的骗人的钱 有的人呢 不愿意做 挣骗人的钱 我宁可呢 我不挣那个钱 我知道我讲圣经 我讲恐怖 可能看的人很少 对不对 这个说不好 最后可能就刚开始 可能还有几千人看 最后可能还剩了几百个 最后几十个 搞不好 最后就咱俩 但是呢 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呢 就是说最少就我目前 我的一个理念来讲 在这个阶段上 我认为我做这个事情的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然后呢 我就去做了 挣不挣钱呢 有没有人看呢 放一边 还是那句话 一不为钱 二不为名 三不为典击率 四不为观众保驾 我做 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对 就这样子了 好吧 能够讲到哪一天 算哪一天 最后讲不了呢 我们两个人的学历 在美国来讲找份儿 一人找份儿工作的话呢 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压力 你们能看着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民运说不好听了 他们不对 他们干不了别的 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俩的学历 随便找份儿工作 跟现在差不多 没有什么 不会对我们生活 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在私下的时候 经常对你讲 我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观点 要坚持初心 不要就是说为了那些点击率 什么之类的胡说八道 然后还有一个说什么 你说太多了 给我说忘了 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是把那个说出来就好了 就是要坚持自己吧 要坚持自己 好吧 那就等到这里吧 好 好吧 那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